在這些陪伴家庭的過程當中 可以發現其實每一戶家庭都有 體驗對困難艱辛的過程 那他們其實也很展現出 對於生命力的任性 那也勇敢的追逐他的夢想 我希望可以幫助更多的人服務 服務這個社會 就是很多人幫助我 然後希望可以回饋大家 然後要感恩每個人 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嗎 是我的媽媽 然後謝謝她對我的導呼 從印度來的交費嗎 中文不太好 就是其實因為那時候她沒有錢 而且其實中文也沒有說得很流利 所以在找工作這方面其實很困難 很困難 然後她常常訂了餐廳 我很難過照顧她 一百多年一百照顧她 我怎麼照不到我現在想一想工作 很辛苦 很辛苦 真的 很難過 所以在行車做不夠 還有一個好家庭 幫助我們 所以很感謝家庭上 很幸福 謝謝你們 大家 安排的一些活動可能是我們平常家裡面 真的沒有辦法帶著孩子去 就是都是讓我們帶著孩子 不用來 花了我們的費用 但是他們幫我們安排好 我們去甚至吃 什麼都是不用擔心的 再注意什麼嗎 其實 不然會不會 覺得 可以 可以 所以 很幸福 就是只要能力 就是 不管 不一定說會馬上得到有任何好的結果 但是一定是一直想長一直想長 一直想長